嗨 熱情出手系列大家好 我是夏明 好久不見了 我現代人在大愛台人文講堂的現場 登登 那今天呢 有久違的熱情人們 他們要受邀來錄影 近年來 群眾目視越來越受歡迎 並且進而集資 享受他們的作品 讓這些理想則與量產 如果發現我當他們跟他們介紹說 我們公司的任務很簡單 就是要幫大家要齊 那現在 我們要去這個人文講堂的後台 去突襲這些熱情年 大喊是在2018年 接受熱情年的這個拍攝紀錄 然後其實在這五年之間 貝殼放大真的變得很大了 大到有點負擔 我們有一個 準備一個快問快答 然後簡短的訪談 希望可以讓大家了解 就是貝殼放大這幾年的成長 貝殼放大 是拿兩個英文字的寫音 是Backer B-A-C-K-E-R 然後跟Founder F-O-U-N-D-E 好 那你們會用兩句話 來形容貝殼放大的工作的業務 用群眾的力量 讓有價值的事物得到更好的機會 真的這兩句太厲害了 2020年 然後跟文策醫院共同投資 然後成立了一個叫做天使放大 他們簡單的說明一下天使放大的工作業務 天使放大是專門做投資的 群眾集資它現在越來越專業化 所以以前是沒有錢的人才要群眾集資 現在變得很可怕 是沒有錢你還不能群眾集資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很有價值的標的的時候 還是會需要有第一筆錢去投資它 所以我們才跟文策醫院成立了天使放大 Backer放大今年幾歲了? 8歲多 那最近搬到台北哪裡? 旺華 2021年的4月份 然後這個挖備 這次上限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挖備的特色是什麼? 不管說現在信任、公開、透明 或者是可能積極的協助這些提案者 完成他們的計畫 那這其實是我們覺得一個健康的極致環境很需要的 那現在也蠻不錯的 大概市佔率已經很快到20%到30%了 繼續成長 Backer放大除了做群幕之外 他也開始幫人家做品牌的轉型輔導 那最近有一個鞋子的品牌 請問是? 鞋子是阿壽 阿壽 那你做了什麼? 我們希望可以跟這些團隊一起掌握 怎麼把自己想做的事情 說到讓別人在乎 跟外部除了那些銷售已慧之外 他們要講他們是靠什麼做好的 我說實話就是我們這快動快打的時間 就是完全是不夠的 因為就連我是想要一直追問下去 你對於大汗的分享會很有很有興趣的話 請記得鎖定大愛台人文講堂的播出喔 那我們今天謝謝大汗 謝謝 謝謝掰掰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 對我群眾集資的這件事情充滿好奇 簡單來說我們就是一個賣夢想的人 那賣這些事情有一些方法 是因為大多數人的夢想 在他之外的別人中 都是沒聽過 不重要 不值一提 或者是不會實現的 我們會被人找到 那邊的時代 嗯 有